他的身份破露了 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你看看 在那个时代 禅风很深 大家都修禅 他也修禅 从禅宗里面 大彻大悟之后 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修进度 大师为什么这么做 用意很深 永明大师 于天台 少过世 发明行药 第一句就是这样的 永明大师 他开悟的 领域 他的老师 现在讲指导的 老师 传法的老师 帮助他 指导他 大彻大悟 发明行药 就是大彻大 他老人家 原先也是修禅宗的 发言宗的 弟孙 这是六祖以后 六祖的学生 六祖的学生分了五派 这一个大宗里头分了五个小宗 发言宗 后专制禁宗 这我们知道了 他的身份 破路了 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你看看 你看看 在那个时代 禅风很深 大家都修禅 他也修禅 从禅宗里面 大彻大彻大悟之后 在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修禅宗 大师为什么这么说 对 用意很深 知道禅宗里面 许是多多人 不是上上跟其 禅宗 是皆上上跟人的 不是这个根其 换一句话说 他这一生在禅宗里 开不了户 见不了心 顶多得禅定而已 那算不错的了 这禅定 他将来到哪里去呢 命中之后 多半生 四谈天 四空天 出不了 六道轮回 佛菩萨慈悲 为这些人 做实现 你劝他修禅途 他不相信 那是老太阔教 他瞧不起 那么参禅的时候 他又不是那个 没有那个不具条件 不是那个上上跟人 中国要知道 共高国慢的习气在 他放不下 所以佛菩萨 做这样的实现 给他们看 你修禅 我也修禅 你还没开悟 我开悟 我已经明心皆心 回过头来 专修净土 把他们带到净土 做这样方便的实现 善桥方便 把这些修禅的人 带到净土 那在净土里头 没有不成就 过过成就 禅里面对一点小成就 回过头来修净土宗的时候 没有一个不忘记 果然在禅里面 在禅定 那有了功夫 能够把分别执着 看淡了 看得很淡 分别作用 分别执着心 不起作用了 没断 他的功夫 他的功夫能够 禅定的功夫 能辅助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都在方便 犹豫图 由此可知 无论 无论修哪个法门 这个诸位必须要知道 只是方法不一样 门禁不相同 他的原理原则 完全是一样 全是修禅定 全是教你放下了 全是教你放下了 放下 自信 本定 就先前 三昧 先前了 圣神三昧 里面 那个境界 就是佛境界 天台大师 所入的 法华三昧 释迦牟尼佛 还在那里讲经 讲什么经 讲法华经 静宗的大德 念佛 念到一心不乱 四一心不乱 甚至于四一心不乱 还不到 功夫成片里面的上辈 上三辈 都是念佛三昧 他见到佛了 见到释迦牟尼佛了 释迦牟尼佛 还在讲经 讲什么经 讲无量寿 这个经济 就是说 你的阿雷耶里头 有稀奇种子 这稀奇种子 与哪一个相应 那个境界 它就先前了 我们自己学哪一个法门 学哪一部经教 你这三昧 你这三昧里面 一定去遇到跟你相应的境界限界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它相应 你没求 你有这个习气 这个习气 就是敏感 那佛菩萨呢 写印 敏感 敏感 写印 你见到这个境界了 永明大师 是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 净宗第六祖 下面说他的功库 日送鸿鸣十万神 坚行日库一百零八四 真用功 我们走不到 一天十万神佛 还要修行 一百零八四 这些 在大四传记里面 你们都能看到 观音大师 甘露灌口 妙会永贤 这就是感应 观音菩萨 甘露灌口之后 智慧开来 住宗金露 一百零 宗金露 古代的称它叫小藏金 就是 大藏金的浓鼠 大藏金 大藏金分量太大了 要对变 不容易 那么这个中金露 就是说 大藏金的测药 大藏金的精华 如果 没有这个时间 没有能力去阅度全藏 度宗金 都中金露 就可以了 吉 兴富祝 万善同归吉 这都是大司 非常著名的著作 这些书都收在大藏金里面 威为发去 光照万事 这两句话 对他老人家的赞叹 一点都不过分 七十二岁 分享别种 作脱习归 老人注尸 七十二年 七十二岁的时候 忘成的 作画的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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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嘘 五湯七十三 四 七 七